想要把這個圖粒直接放在這個上 就是直接放在那個圖上面的話 OK 那當然 怎麼做 其實這邊它衍生出來就是 你可以做相關的設定 那設定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從 這個什麼 其實有些功能 可能慢慢各位要習慣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圖粒 它假設這個不要 我希望把這個上面的訊息 直接放在這個圖上面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啦 我不要圖粒的話 這個東西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關掉 那關掉其實還蠻不太好找的 這功能在哪裡 在那個新增圖表裡面 特別重要在 樞紐分析工具的設計 這邊會有一個所謂的新增圖表工具裡面的圖粒 你把它改成無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 可能要找一下 設計 這邊的那個什麼 新增圖表項目 這邊把 把它改成無 本來在右邊嘛 把它改成無 OK 第一個 這邊的資料就不見了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把這邊的那個圖粒關掉了 那上面沒有任何訊息 我怎麼知道哪一個是哪個科技 當然你游標放上去 他會跟你講說 這邊是德文系 佔比是16% 但問題 這樣還是不方便 觀看啊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在這個一樣的位置 把它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叫 圖 資料標籤的東西 也就是說 假如你要把那個名稱直接加上去的話 你可以幾個選項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叫資料標籤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圖縮文字 它會直接幫你把那個 上面是哪個系索的相關訊息 直接就放上去了 不過可能要再調整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 這麼多 這些 就是圖縮文字的話呢 當然它就直接幫你告訴你說 哪一個是哪一個啦 可是有個問題 它這個上面的圖縮 後面因為太多了 所以有些會蓋住 所以這個假設不適合的話 其實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資料標籤你可以改成 中點外側 把這個圖縮 標籤把它改 先改為5好了 然後再做一個修改 比如說自動調整 有沒有 或者是中點外側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 這樣它上面沒有任何的那個 哪一個科系 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直接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資料標籤的格式 格式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類別名稱看打勾 然後 我們如果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類似像這樣 但其實這邊還是佔比太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 再稍微 讓它重新調整 因為主要是這一塊太多了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自行再去 調整看看 從色文字標籤 還是太多了 所以這個可能 要不然就是說 我們 可能在 抓資料的時候 也許 只留下什麼 前10個就好了 不然其他的話 其實 太多餘了 這個也許請各位 再調整一下 看怎麼樣 讓這個圖 看起來 又精簡 又美觀 OK 另外的話 也許再練習 我們這個剛剛做的這個練習 是細鎖的 請各位再做一個樞紐分析 做什麼 學院部分 剛剛是針對細鎖 如果我想要知道 針對學院推薦 哪個學院推薦最多的 比例的話 一樣 你其實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 在前面又增加一個 新的工作表 將來你把它改一下 這個叫細鎖占比圖表 這個叫做 學院占比圖表 名稱可能改一下 把學院拉過來 到 列的地方 然後把 學院拉到 直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哪個學院推薦的最多呢 他一樣 可以把 資料裡面的 Z到A 尤標記得放在 B4 Z到A 它就排序了 這好像有點不成比例 這個學校基本上 好像以外語學院為主 看起來好像很像是 某個學校 這個資料會不會是哪個學校來的 外語學院為主 哪個大學是以外語學院為主 對 應該 蠻像是 應該是文藻的 所以這個資料應該有可能是文藻那邊 我不知道 反正我猜的 OK 所以 可以看得出來 外語學院最多 一樣的 我們也可以在設計 分析裡面 也可以在畫個圖 一樣做個圓形圖 你可以把它改成立體 沒關係 一樣 按確定 這個地方上面的名稱 也可以把它改 叫做 學院佔比 學院佔比 學院佔 這樣 這樣 自己再把它調一下 顏色的話 各方面 甚至它這個顏色上面 框線的顏色 其實是可以變更的 另外的話填滿顏色 假如你不喜歡這個顏色 你可以改 這個是框線 其他的部分的話 這個也可以做變更 你們可以 再針對 這個部分做個變化 也就是說我希望最後 幫我繪製出來的話 總共會多兩個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一個是學院的 一個是什麼 系索 這邊是 系索 這是學院 OK 那畫面好像也多了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